昨天,央行公布了重要的金融运行数据,其中备受关注的人民币新增败款11.84万亿,比去年同期多增加了3000亿,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是1.18万亿,比去年同期少5900亿,最重要的一个数据平方米,本来大家以外将准会带来流动性宽松。 但没想到,6月末平方米同比只增长了8%,创下历史新低,我们也在分析货币政策的时候表示过担心,害怕房价,特别是一线城市的房价,会因为降准和宽货币而再次上涨。 但看到平方米没有反弹,我们也就彻底踏实了,看来货币依然在被有效的控制之中。 分析2018年上半年的货币运行数据,觉得很奇怪,冤眠币新增贷款,比社会融资还多,然后就是新增贷款增加。 但是平方米却创新低,这都是新情况,跟以往大不相同。 首先,是因为我们的金融处杠板加强监管所导致的资金回表,以前商业银行创造了大量的表来资产。 他想干个什么项目,不用给贷款,就发个理财就行了。 现在根据银保监会的要求,这么干不行了,银行通道,资管通道全部被严格监管起来,所有银行出去的钱都要纳入监管。 所以银行的货币创造受到了极大的挑战,他要把以前没有干完的项目,都从表来赶到表内。 所以就造成了,人民币新增贷款大增的现象,其实这有很多都是原来的存量,而并非是增量,只是以前不写在资产负债表上,而现在要过一到手,写在资产负债表上而已。 其次,社会融资规模下降,也是我们主动去杠杆所导致的委托贷款。 核心托贷款下降,以前这些钱大量的流入了房地产企业。 创造了大量的货币,所以之前大家理解的都是银行在内开动印钞机,超发货币,其实银行才是超发货币的第一线。 他们把太多的社会融资都给了房地产企业,而房价上涨又推高了抵押物价值,从而能带到更多抵款出来,就这么一轮,又一轮到越来越多的钱。 流入了房地产行业,楼市暴涨的十年,就是中国平方米货币大膨胀的十年。 所以很难说这是一个先有机还是先有弹的问题。 地产商怪央行超发货币,而央行则说地产商通过商业银行创造货币。 所以这都是非喊捉贼,但凡有一方不给力,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。 第三,平方米创新低,说明现在宏观货币环境整体收缩。 虽然宽货币仅信用,但是整体的货币创造是在下降的,并没有因为人民币贷款增加而上涨。 主要是因为现在货币投放渠道收缩,你想放出去货币,也没有渠道了,人民币贬值,让外资换汇策离,就会回收一部分人民币。 再加上强金融监管,通道业务和理财业务也受到了全方位的限制,也让货币成数下降。 我们一直说,平方米是房价十年大涨的罪魁货手。 特别是2008年4万亿之后,楼市表现出了明显的金融化虚势。 每一波房价暴涨,都有平方米率先大涨的身影。 所以只要盯住了平方米,起码一线城市就没有大幅反弹的基础。 当然其他城市情况比较复杂,比如二线城市还要抢人,三四线城市有的还要搞恒改货币化安置。 这些因素都是可能会在短期内支撑这些地方的房价走强。 综合来看,我们能够得到以下的结论。 目前整体融资环境趋紧,信用派售能力较弱,而整个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。 所以这也会坚定要投进信用宽货币的决心,一手释放流动性,一手规范资金用途,通过提升信用门槛,把资金引入实现。 下半年可能还会降低准备几率,或者差别降低准备几率。 一时的市场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,维护市场的流动性稳定,这个对于股市和债市都是有利的。 至于房地产这个雷,洋行现在的办法就是先把它控制起来,采用为点打圆的策略,切断资金流向房地产的通路。 比如今年上半年,居民中强期贷款新增2.5万亿,占比27.69%,比去年同期回落了7.69个百分点。 这就反映了我们在主动收缩房贷业务,未来三四线的棚改货币化安置规模也将大幅降低下去。 那么居民中强期贷款这款,可能会进一步收缩。 总之,大家其实看全国房价,特别是看一线城市房价,就钉死平方米就可以了,平方米如果不回到10%以上,一线城市的房价很难再涨起来。 房地产需要一个货币极其宽松的土壤,现在土壤已经没有了,所以全国楼市暴涨,至少金融上,这个最关键的因素已经不存在了。 剩下的就是差别化政策对待了,只需要关注厂人的政策,和棚改货币化安置的政策就可以了。 本文,约此天下奇观,更多精彩资讯,请来金融界网站www.grjcom.cn